周深被吓也能喊出高八度的南高音 不愧是实力歌手 周深除了拥有天籁般的嗓音 和精湛的歌唱技术以外 还有一副林家小哥哥的憨蒙气质 与谦逊的待人态度 周深在综艺节目中凭借开朗真实的性格 这让他同样收获了不少观众的喜爱 今天就来为大家分享一下周深被吓的经典名场面 一吓体制周深 之前在奔跑吧节目中玩游戏的时候 被吓到了标高八度的高音 当时在场的嘉宾们 一定被这突如其来的高音吓得半死 被吓也能喊出南高音 论歌手的职业素养真的是绝了 在其他节目当中 周深也经常被吓出南高音 周深落水时忍不住叫出海豚音 被扬低吐槽成 这样会显得池子里是开水的 要被吓死了 周深除了会被吓出南高音 还会激发一些奇奇怪怪的技能 在了不起的长城中 周深在墙倒下来的那一刻 被吓到手足无措 随便截图一张都是表情包 看着周深正无处安放的双手 有粉丝调侃到 感觉周深下一秒就要摇花手了 虽然周深平时生活中 好似很容易被吓到 但是在舞台上的他 永远充满勇气 不会怯场 每场表演都散发着光芒 放眼当下的华语乐坛 能够做到如此记忆超群 且为人真实 可爱谦逊的新生代歌手 实在是屈指可数了 而周深绝对算是其中的一位 期待周深有更多优秀的作品 大家见面 生 fake 二子 打 杀 三子 又把这对了 吓死我了 哎呀次 周深她还没进去跑 周深成 我身上的挂角了 来 继续往前 跟我一起 吓死你 哇哇哇 这音音声 我被终身震出来了 啊 什么 哈哈哈哈 不要动啊 哪有 这出来了 出来了 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老师您可能需要大点的地方 哈哈哈哈 对不起 那就跟你住 这好就不用太大了 哈哈哈哈 让您的大件行李自行打包 然后进行托育 哦 哇 嗯 这三老师你别扶我 我扶你了 哈哈 哈哈